基隆捷运新建经费 基隆市负担金额 从原先预估17亿元 暴增到53.86亿元的争议 延烧到基隆市议会 部分市议员质询时担心基隆市长谢国良 是否不想盖基隆捷运呢 谢国良在市议会达询时立场坚定的重申 绝对支持基隆捷运也一定要盖基隆捷运 但是必须考量到市民荷包的立场 以及市政府也会有财政上的困难 首先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是绝对支持基隆捷运 我们基隆市政府也一定要盖基隆捷运 但是呢我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这两年来包括宁佑昌林前市场 就在我的这个位置来告诉大家 基隆轻捷运不要花一毛钱 然后到去年的年初 非常盛大而且隆重的跟社会各界宣布 四百多亿的捷运建设 我们的负担额17.7亿 突然在上周本府从新北市府 给我们的资料意外得知 我们的捷运负担额 暴增到53.86亿 所以本府基于考量到市民的荷包的立场 我提出了53.86亿 这样子的数字站在基隆市府的观点 会有财政上的困难 我觉得我的这个评论 是一个对于基隆市的财政 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评价 刚刚我们有议员虽然提出了很多指证 但我也想问在座的议员们 53.86亿这个数字 你们接受吗 你们买单吗 因为基隆市政府到目前为止 觉得这个数字是有至爱难行的地方 谢国良也批评中央交通部 选择性揭露基隆捷运新建经费的消息 去年选举前 交通部就应该知道捷运经费是会涨价的 暴增三倍这样的预算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在去年选举选前 事实上交通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这条捷运一定会涨价 所以我认为交通部在讯息的揭露上 它是有选择性的 我也是在最近 也不是跟本府直接的沟通 我们才有发现这个53.86亿 所以呢 我跟各位报告 康好市民的荷包 是基隆市政府的责任 53.86亿的负担 对于基隆市政府 今天的财政来说 有一点太多 我很希望在这个临时会后 就赶快的来跟交通部来进行讨论 提出一个方案 让基隆市政府的负担是比较合理可行 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预算 都是要在座的议员支持通过 我们才能够去执行的 所以理论上我们是同条船 我们是应该是在同一个立场上 跟中央争取更好的条件 而不是说我今天在市府这里 就要有议员希望我增加基隆的预算支出 我认为那样是不对 所以呢 我会努力的来朝跟交通部 来拜托 来懇托 降低基隆市政府 跟基隆市民的一个负担额 但是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捷运一定要盖 我们也一定要把这地的捷运把它盖完 谢国良表示 他也已经拜会过议长佟资委 希望尽快和交通部进行协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